那这个还催着他找亲生父母吗 这这么多人爱他了 就这样吧 去年年前 我回去我爸就跟我说 那女儿她说 年纪大了 我还是希望你找年轻父母 因为现在 妇联网特别发达 你想一下办法 她跟我说 我说那行吧 在抖音上发了视频 载视频 就上热门了 前前后后有300多个人都说 我是她亲生女儿 因为我就觉得 我要保护好自己 那既然我说了地方 细节我没有说 对不对 那你说一下 你宝贝丢了时候什么情况 都说的不对 对不上 我就不可能会见面 就一个 我其实就不可能会见面 所以她不可能会见面 我说了 那我说 我们学理知识 什么事 我说的 我想是 很难度 靠近 我一点也都不可能会见面 好 做什么事情 我看 我说 真的 过 玩 真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的怨恨啊什么样 我如果有恨我就不会找他们 我选择原谅真的 因为人生本来就打赞 如果老是怀着恨的话 你会最终还是自己痛苦 至少看到你今天收获的是这么满满的幸福 还是很为你开心的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